安妮塔的童话饗宴 在Spotify和First Story 推出订阅制的付费童话 不会影响免费童话的收听 而且内容也不会重复哦 好听的故事 就在安妮塔的童话饗宴 哈喽小朋友们 我是安妮塔老师 在西游记的故事里 孙悟空在佛祖的手指上 写了齐天大圣到此一游 后来演变成 如果我们出去玩 经过一些景点的时候 就会在那里写上 某某某到此一游 所谓的到此一游 就是到这里游玩的意思 今天安妮塔老师就准备了一个 跟这个有关的故事 要来跟大家分享 这个故事叫做 到此一游 很久以前 有一个城市非常繁荣 但是小偷也非常多 神出鬼没来去无踪 官府对他们也无能为力 其中有一个神偷 每次只会挑有钱人的家里偷东西 偷完之后 还会用白色的粉末 在墙上写着到此一游四个字 大家就把这个神偷称为到此一游 有一次 到此一游竟然偷到了 县太爷的家里 偷走了不少金银珠宝 当县太爷看到他家 红色的大门上 竟然写着到此一游四个大字 感到非常生气 于是下令三天之内 一定要抓住到此一游 到了县太爷下令的第三天 一个官差抓到了一名小偷 有人说 这个小偷就是到此一游 于是 官差立刻把小偷抓到县太爷前面 不过这个小偷 坚决否认自己是到此一游 县太爷大声地说 你再不承认 就中打五十大板 官差立刻把小偷压在地上 举起棍子打了下去 奇怪的是 棍子打下去 仿佛像打在牛皮上面 棍子反弹回来 震得官差双手发麻 小偷却连哼都没哼一声 身上也完全没有受伤 仙太爷看到后生气地说 来人呐 上夹棍 官差们立刻用夹棍 把小偷的手指夹住 只见绳子慢慢拉紧 小偷还是一声不发 官差们用足了力气 夹棍就像夹了一颗泄了气的皮球 完全伤不了小偷 仙太爷气得想立刻将小偷砍头 可是又怕 万一这个小偷真的是到此一游 砍了他的头的话 自己被偷走的金银珠宝 也就找不回来了 仙太爷想了一想 便决定先将它关到大牢里再说 小偷被关进大牢后 除了吃饭 一整天也不说话 低着头 仿佛在思考什么 有一天 他忽然开口对官差说 官差大哥 我真的不是到此一游 官差仔细一看 这个人眉清目秀 样子也非常和善 倒真的不像是什么坏人 小偷接着说 官差大哥 我有一件事想拜托你 不知道你能不能帮忙我 官差说 怎么 你想叫我把你放了吗 当然不是 我知道自己一辈子都要关在牢里了 但是有一件事我觉得很可惜 其实我有不少银子 藏在一座寺庙的高塔上 本来想要分送给穷苦人家的 现在我已经用不到了 不如就全部送给你吧 官差心想 怎么可能这么好要送我银子 难道他是故意要戏弄我吗 于是便对小偷说 你有这么多银子 为什么还要去偷东西啊 小偷说 我也有我的原因 总而言之 今天晚上 你只要去寺庙高塔的第九层 里面的墙壁上 有一块大砖头可以移动 里面就藏了一袋银子 你去看看就知道了 官差虽然觉得很奇怪 不过还是决定 按照小偷说的去了高塔 果然拿到了一袋银子 第二天 官差买了许多好酒好菜 悄悄地带进大牢里 给小偷吃 这天晚上 小偷又跟官差说 官差大哥 还有一件事想请你帮个忙 我想出去一下子 两个小时就会回来 官差一听 急忙摇摇头说 这可不行啊 放你出去 被发现 我就糟了 官差大哥 你放心 我一定不会连累你的 如果你不相信我 那你以后一定会后悔 官差想了一想 想到之前银子的事 小偷没有骗他 于是便答应小偷 帮他打开牢房 解开手铐 只见小偷整理了一下衣服 悄悄来到墙边 轻轻往上一跳 就跳上屋顶 一眨眼的功夫 就消失在黑暗里 小偷一走 官差心里开始紧张了起来 如果他真的没有回来 我该怎么跟现太爷交代啊 怎么办呢 他趴在桌上 两眼望着窗外 心里觉得非常不安 等到第二个小时 仍然不见小偷的踪影 官差更加烦恼了 他一想到 如果小偷没有回来 他一定会被关进大牢里 与妻子和女儿分开 家里还有一位 生病的老母亲要照顾呢 等到那个时候 就算有再多的金银财报 也没用了 就在这时 忽然听到屋顶传来声响 过了一会儿 有一个黑影从上面跳了下来 对着他说 官差大哥 让你久等了 观察一看是小偷回来 不由得松了一口气 于是又重新把小偷关进了牢里 等到天一亮 忽然有一个有钱人 来到现太爷这里告状 他说 昨天晚上家里被偷了许多财物 偷东西的人 在大门上写了到此一游四个字 现太爷听了之后 吓了一跳说 哎呀 差点判错了案子 难怪那个小偷始终不肯承认自己是到此一游 原来是我抓错人了 于是便命令官差把那个小偷给放了 等官差回到家时 妻子惊讶地告诉他 昨天半夜的时候 我听到有人敲门 以为是你回来了 急忙起来开门 发现门口放了一袋银子 还有一封信 上面说是要给你的 官差打开信一看 上面写了谢谢两个字 署名是到此一游 他这下才终于明白 昨晚小偷出去 是偷了那户有钱人家的东西 而这个小偷竟然真的是到此一游 各位小朋友们 虽然故事里的小偷到此一游 偷有钱人的金银财宝 是为了分给穷苦的人家 不过偷东西的行为本身就是不对的 我们千万不能学哦 今天的故事就说到这边 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